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喜欢啦 喜欢就做 不喜欢就不要做 好 写个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的 我以前学过赵志谦 所以有时候写一写突然有点像赵志谦 赵志谦确实厉害 他能把一个转化成他那个样子 那真的是天才中的天才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不能否认他的创建 读道 我个人也喜欢赵志谦 还有赵孟福 这两个人真的是 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好 其实这两个赵的 我觉得各有特色 那特色两个特色完全不一样 艺术不要去分高下 艺术只能说他在某一方面他是高的 在某一方面是低的 不是说这个艺术就一定可以分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其实很难 比如赵志谦跟赵孟福 赵志谦跟赵孟福 赵孟福就比较精致 赵志谦比较不精致 但赵志谦的做法又另辟西境 一般人想不到 赵孟福终究还是王羲之体系 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不是高下而是差别 所以其实我还蛮怕人家问我说 你到底喜欢哪个字帖 我都知道我回答说 我喜欢现在正在写的字帖 不然我觉得每个字帖都很棒啊 你硬要讲我就可以讲出它的优点 缺点我也可以讲出它的缺点 所以你叫我说真的喜欢 到底没有特别 因为太厉害 在某一方面特别厉害 有些像是水果 有些像蔬菜 有些像什么不一样的成分 很多艺术都不在一个天秤上 可以称得出来的 不用尝试说你帮我分高下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缺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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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出点重 缺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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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 你們在一起也是一種風格 要把密度寫密 縫隙越消越好 粗細長短位置都可以稍微地改變 因為前面跟這個字都一直在重複 所以勢必要稍微地改變 雖然不是說不改變就不行 但是身為一個寫書法的人 其實都還是會嘗試改變他的造型 所以勢必要稍微地改變 所以勢必要稍微地改變